那我想今天唱响奥运节目组在一期大中奥迪品牌的赞助之下呢 我们先后是去了塞尔斯堡的音乐节 然后今天又在乌尼黑的城里呢 来推广奥运的理念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北京的奥运会 那今天晚上又到沃尔姆来呢 和大家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联谊 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唱响奥运这个节目呢 是由阳光文化和北京电视台来共同制作的一个节目 在如果大家有亲戚朋友 还有呢父母的话呢 可以告诉他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 还有礼拜六早晨的十一点钟呢 都可以通过北京卫视在全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实际上是从今年一月份才刚刚开始的 它主要就是来介绍和推广奥运歌曲 但是奥运歌曲是不是就一首主题歌呢 其实不是 我们要选出差不多一首奥运歌曲 包括火炬接力的主题歌 志愿者的主题歌 还有在不同的场合下 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来推广奥运精神的歌曲 所以是一个让体育精神和音乐呢 充分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节目 那我觉得全世界各地的人文化不同 语言不同 但是和音乐两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呢 我们请到了国家应该说是顶级的人 来和我们节目组一起到奥地利和德国推广奥运的 北京奥运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今天呢他们也都 我希望呢首先有机会 各位来请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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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